我今天才發現原來 民眾黨裡面這麼多獅子座的 還有吳祺軒 柯P志祺 還有許甫 柯PP的太太 陳佩琪其實是今天生日 那媒體讀到的時候 就問柯P說 你太太今天又發文 他說 又發什麼文 叫她不要再發文 她真的又發文了 她今天發文是寫說 我在臉書上反諷的寫說 有犯意在名嘴正論 跟名代口中變成有罪 就是周星馳的電影 公堂之下之上 假設一下不行嗎 然後連想都不行嗎 難道是對公務員思想控制嗎 因為這實在是沒有辦法 因為過去她發文 不是這樣說的 她自己承認 用別人的名字開公司 入資十萬 然後甚至自己講說 那個是人頭 到時候再換自己當負責人 然後後來又說兒子 現在最心裡又講說 兒子自己已經成年了 又被查出來 那個人頭就是兒子 兒子自己走進去事務所 銀行開的戶 那所有的內容跟錢 都是她的 我有什麼 違反公務人服務法 哎呀 還po了存責 就大家就很害怕說 接下來還會講什麼 因為畢竟講她用人頭公司 開咖啡廳 還是要大家法官 清判的 都是她自己 所以陳佩琪這樣的說法 議員林嚴鳳說 這種叫做大翻共 高人指點 想要抹去證據 但問題是 在司法上面的訴訟 其實是不利的 而北市聯誼也說 如果這個事情 的確跟還在職的公務人員 做了不應該要有的行為的話 會要求陳佩琪提供說明 實質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柯文哲則是說 大家問她說 陳佩琪這天生日 你有沒有準備什麼驚喜 他說對我們現在來說 每一天都是驚喜 還要什麼驚喜 驚喜還是驚嚇 原志 我覺得陳佩琪的說法 完全就打臉 她一開始自己講的 你記不記得她最早的時候 她是自爆 因為沒有人知道她做這個事 她忽然間自爆 自爆說她用別人的名字 開了一家公司 那個時候她兒子她都不提 她還說別人 其實就是她兒子 然後她講的理由 交代得非常清楚 她說是因為柯文哲 想要開小草咖啡廳 然後去經營組織 然後把念頭 動到她的身上 她當時是說 柯文哲叫她做這個事情 然後她為了要很趕著 在黨慶的時候 然後成立那個小草咖啡廳 因為他們黨慶祥是8月6號 她趕著要成立 問題是她自己又是公務人員 她自己又是公務人員 她不能開公司 因為公務人員 不能夠開公司 不能建拆 所以她就用別人的名字 去開公司 這完全是她自己講的 她自己形容人頭 也是她自己形容的 她講她 動機交代得很清楚 金流也交代得很清楚 什麼都交代得很清楚 沒有犯行 只有犯益也是她說的 對 她說其實她已經有犯行了 不是只有犯益 因為她實際上公司也成立了 公司也成立了 所以公司成立之後就是有犯行 好 我不知道說 這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也許是說有人跟陳佩琦說 你幹嘛這樣子 你這樣真的會有法律的問題 所以她就改口了 但她改口前後就是 180度的大轉彎 對不對 她現在說 那個全部都是兒子 那都是兒子自己去開戶 是她成年她想要創業 但你一開始講的不是這樣 你講的是說 柯文哲叫你去做這個事 對不對 你是用兒子的名字 為什麼這個前後可以變化這麼大 然後他講說 兒子想要創業有證據 因為這個戶頭都是他自己去開的 對 人頭本來 人頭的帳戶本來就是人頭自己開的 哪一個人頭帳戶不是人頭開的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講的這個 翻供的說法 其實反而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真的有問題 如果你沒有問題的話 你為什麼要講180度的大轉彎 你是在掩蓋什麼 反而會呈現更不誠實 我覺得是這樣 對柯文哲的影響會更大 法律上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因為今天也有律師在講 他說有一個 在法律上有一個叫做什麼 暗中出貢 就是第一次講的事情 第一次講的事情 這個案件第一次 陳貝琪講的就是 他找人代替然後做人頭公司這個版本 你現在改口 假設真的有法律問題 那法官或是假洋寬會相信 你第一個版本還是第二個版本 其實對法律也不見得是 也不見得有幫助 所以我認為他就少講一點 你越講就是會越來越 越流血反而還會害到柯文哲 就是說什麼老婆一直在影響他這樣子 真人或家人 真的心理素質要強一點 他這個感覺是心理上 已經壓力過大 會有一些不應該有的發炎 甚至還一直要辯護的結果 絕對是反效果 因為其實他柯文哲自己麻煩事 就已經沒完沒了 一直不停的被爆料 從公佈的這個財產申報 這個所謂的聲音聲報之後 後來他過去曾經在七月份 痛罵的藍跟綠 絕餘款那麼多 花的錢感覺很少 才這個結餘還有這些錢 等等比一比跟我們比起來 你相信他們只花這些錢嗎 他當時公開告訴大家說 選後包括花感恩餐會的錢 現在大概有剩兩千一百多萬左右 結果現在算一算 這個所謂帳目對不上的 有問題的 就有兩千萬左右 所以先前喊的剩下兩千一百萬 取消藍綠的 現在不就在自己身上 大家都在懷疑 這個兩千多萬到哪裡 還有多少的烏龍 在他的帳目裡 王定宇當然一堆綠營的人 跳出來多踩一腳 用假帳物質填錯 那核銷消化他的錢在哪裡呢 那是不是有不明的錢 參費等等 去了不該去的地方 黃之前也跟出來講 他說這十萬 十八萬筆的小額捐款裡頭 是不是還有偷偷的 把洗錢模式 帶進來的可能性呢 例如政治基金法 一萬元以下不用登錄的情況 有沒有把五百萬拆成五百筆 五百筆小額捐款等等 是不是就是這樣可以匿名了嗎 還有民眾黨花九百萬元買面子 現在什麼裡面買便當 買面子的錢 全部都在裡頭被塞出來 他們也真的很有耐性 這個為什麼買面子 可以買到九百萬 吳思瑶說 我過去印的比較厚 也了不起十幾二十萬 但他自己自己的選區 但如果是全國 有可能花這個錢嗎 重點是這個支出符不符合 常理 就是常識 原師 就是這個在這個 七十二便裡頭 大家看起來 就覺得是不是有一些 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跟你講 我覺得就是說 大家現在當然去檢視這些項目 我認為有些人應該都是答錯 就是說有一點誤會他確實是有 可是為什麼大家還是會去看 因為柯文哲他自己講 他說他在7月19號 攻擊藍綠 攻擊綠我不管 攻擊藍 就是說侯康佩支出才1億多 大家相信嗎 結果大家去看 柯文哲的支出才發現 其實裡面也有一些問題 所以才一個個去找麻煩 像面子的部分 九百萬面子 如果他花九百萬去買面子的話 大概可以買到幾包 可能可以買到大概五六百萬包左右 我是不知道他們整個總部 有沒有那麼認真去幫他發面子 就把這五六百萬發出去 但是柯文哲後來有針對這個東西 有做個簡單說明 他說這個是帳寫太簡單 實際上可能不只面子 還有包括菜瓜布什麼什麼的 有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 還有就是廣播費用 因為之前他們報一個說 給了正深廣播五百萬 五百萬 很多人就說那不太可能 因為一般下廣播都是下一點點 為什麼你光給單家廣播 就五百萬 那他們也有解釋他說 沒有啦 是很多家廣播 我們只是我們只是少漏寫了 很多其他家的項目進來 然後另外就是計程車資 因為他的那個計程車 一百三十筆被人家發現說 很多那個打入那個車號 好像都不是 就是房東跟房客聯手出奇 分地體講 那個是顏若芳突然講的 對 就是就是說 那個一百三十筆的計程車 他們根據發票去追車 發現很多車好像不是計程車 這就是 因為就是打得非常的細 打得非常的細 那我其實坦白說 我覺得這些 我認為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就是說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問題 比較有問題的是 木可的那三筆 有三筆 因為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會計師有講說 他們說端木證 因為有短差了兩千萬 然後後來把這兩千萬去調節 就是扶爆了九筆 沒有的款項有九筆 那這九筆裡面 我們只知道有三筆 是什勒跟尼奧 就是那個代導的九百多萬 可是實際上還有一千多萬 一千多萬是給了木可 還是給了哪一家 這個部分到目前為止 沒有人說清楚 那給了木可 木可為什麼也沒有出來澄清說 他們有被扶爆 所以其實比較 我覺得比較 批量心講 我覺得比較有問題的是 木可的這幾筆 其他如果他真的有支出出去 你只能說 就是說柯總部比較大方 就是說也許他沒有特別殺價 或者是他的帳目沒有寫得很仔細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他也不太可能 那麼多廠商每一個都去跟人家談回扣 或者是去跟人家要求什麼回饋 我也不覺得 林哥這是因為我們過去政治先行法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 申報道變成這樣的 那被現在被挑剔的小細節 是連便當費 什麼九十六萬 後來發現只是一千多塊 跟九百六十塊 那這種很離譜的錯誤都有 更何況是他過去 柯文只是痛批藍綠 是如何在這個金錢上面 選物上面的資金不清 那現在連計程車資 當然發言人吳宜萱 再來出來回應說 為什麼這麼多勾機比對不上的車輛 那無限的說法是說 連他自己手上這一張上網去查 就發現他也是有問題的單據 那他問是乘客的問題 還是駕駛的問題 就好像這個媒體採購一樣 兩千三百萬元的採購廣播 被認為多了五十倍 其實在如果政治先行法的話 大概都只是行政法 所以可能太輕忽了嗎 但這些帳目就一再再被抓出來 損害是他的公信力 我老實講 因為柯文哲的競選金 現在就變一筆爛賬 顯然柯文哲過去 所揚揚自責的他的SOP 完全沒有 至少他的競選總部 完全沒有任何SOP 大家都在亂作賬 所以現在所有的賬 看起來都不可信 你不覺得嗎 所有的都是這樣 很明顯這是一個什麼狀況 就是他們亂作賬之後 發覺錢根本都不上 後來就只好到處亂塞賬 因為他支出了這麼多錢 只好到處去塞 每一個品項都給你亂塞 亂塞 亂塞 就出現各種奇奇怪怪的 明目都出來 然後你就發覺這幾天 民眾黨人每天都在解釋 這些錢流向到哪裡去 真的也是很疲於奔 而且這是很小的帳目 而且越解釋越好笑 會讓人家覺得很神奇 很離奇 老實講計程車這個東西 我倒是相信吳宜萱的解釋 因為有的時候 人家真的是個冒牌計程車 他沒有正式的牌照 你也不會知道 你就坐上去了 不是嗎 而且這個說真的 也不算是比較大宗的 但是像廣播公司這個 我就覺得很有問題 為什麼 2300萬買7個月 這個算數很簡單 7 3 21 對不對 一個月要花300多萬去買廣播 你有看過誰 一個月花300多萬去買廣播的廣告嗎 你有見過這種事嗎 至少沒有在我們電台 沒有 因為他是分散的 他不是在一家電台 他的意思就是說他統包 然後分散在很多家電台 我老講 第一個 在廣播打這麼久的競選廣告 我看這個是聽起來匪夷所知 過去都說沒有媒體 沒有錢 沒有辦法做廣告 你不是說第一個 你不是說你很沒錢嗎 可是你出手看起來 比國民兩黨都擴挫 對不對 而且在廣播就下了這麼重的本 也是非常少見 那你想想看 一般如果以便宜來講 他在廣播都下2300萬 那他下電視一定要破億啊 不然怎麼可能滑得來 對不對 在比例原則上是這樣 那報紙呢 網路呢 那他光宣傳費用 可能就超過兩三億 所以這可能嗎 這中間沒有福報的問題嗎 實際上他現在越來越多 問題都凸顯出來 因為他講的說什麼 民調公司花了1400萬 結果現在就有民調公司 就出來講說他沒有收到這麼多錢 那請問一下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所以他整個賬全部都是福報的東西 這個真的是很誇張 所以現在第一個就是檢調 一定會去幫你查 那只要我必須說 如果到最後這整個錢的循環 發覺真的是亂報而已 就全部都集在民眾黨內部 這還好 這只是瑕疵 有人可能要被懲戒 會計師可能要被調照 行政法如此而已 但是如果有外流呢 你不要忘了有木可公司 有時間公司喔 那 你們成立這些公司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資金的外流到他那邊去 這叫什麼你知道 這叫洗錢 這叫掏空民眾黨 如果出現這種事情 民眾黨就直接解散 直接完蛋 那柯文哲如果你的家人 你自己 你的老婆 你妹妹 你媽媽 你爸爸 如果這些金流流向他們的戶頭 你就死定 我跟你講 你就真的死定 你準備屁股洗乾淨去蹲 所以我真的覺得 民眾黨如果 想要趕快結束這個惡夢 最好是立刻自己清查 趕快去自清 那個中評會也不用開了 那個沒有結論的東西 根本不用開 趕快自己先把所有的帳目 所有的金流流向 全部公諸於世 重新挽回小草對你們的信心 不然的話 民眾黨一定會泡沫 本來是說要找第三方 公證的會計單位進來查 但現在其實也沒辦法查了 為什麼 因為都被爆走了 剛剛講到關鍵重點了 這個本來只是行政法 補燈就好的 現在已經不是這麼容易 可以解決 只要這個木科公司 查到一筆金流 是有問題的時候 隨便都可能變成 檢方抓到手上的把柄跟證據 好 今天當然還有一個案子 讓大家很關注 陳忠諺 陳忠諺我們拖了好久 四年多 小雲 大家已經歷歷在目 愛家愛玲 都不知道到哪去了的時候 人家陳忠諺現在四年後 被起訴 而且檢察官還認為他犯行重大 要求院方要處以重刑 加重其刑 這個新聞一出來 大家第一個笑的是誰 好個監察院 監察院過去曾經 在整個案子的偵辦 兩個月彈劾裡頭 不是說現在到立法院 要有調查權 會侵犯到監察院的權利嗎 侵犯到什麼權利 就是像這樣包庇的權利嗎 所以這樣也就開炮了 清朝院根本是個廢物院 為什麼完全通通都只是在幫執政黨 做擦枝抹粉嗎 你看看這個性交代的暗語 簡訊錄音那麼的清楚 各種去喝咖啡性交易的明目 什麼咖啡錢算老闆不用錢的 這種這麼清楚的內容了 結果還在清朝院被認定 那個兩票成立而已 十一票耶 十一個人耶 都覺得不成立有任何彈劾的必要 他是清白的 他沒有染黃 結果現在清朝院的這個結果 卻在司法機關被重重的打臉 尤其是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是這個時間點 當初誰踢爆這個事情的 是陳婉惠 民眾黨的當時的立委 他踢爆的時候 他把所有證據也提出來非常多 其中跟酒店業者鬥哥 各種的釐清的關係 尤其他是賴清德 多麼親近的子弟兵 從台南市政府一路的 那陳婉惠就問一個問題 當年誰押案 案子拖了這麼久 第一時間是在司法系統上 是被不起訴處分的耶 那也沒有成案的耶 然後現在說沒有政治介入很難相信 那現在案發已經超過十年了 很多的查證都已經去向不破 無法確定身份 所以只能查到這裡 就十二次的這個被安排的招待 只有兩次沒付錢 好啦這個時間點才是關鍵 為什麼是現在 陳忠諺為什麼現在被提出來 那謝龍介龍介先是比較友善的說 他認為賴清德 願意訴貪反黑 接近的高標準 但其他的呢 光電弊案呢 風電弊案呢 可是我覺得民進黨的人 真的是厲害了 你就算出了再大的皮條 出了多大的狀況 離開了官位 當然一般都不會離開官位對不對 那你就算離開了官位 像陳忠也好了 人家還是可以到大同是子公司去當董事 每個人都領好領滿 那各種這個 遭起訴之後大同公司會回應 所以接下來他至少還有兩年 三年以上的訴訟期間 都還是可以安心的領好領滿 不管在這種董事裡面的身份 這有意思的是大同 就這些公司不管是民間的 或是公股的都好 收留好多人 大同現在甚至變成民進黨派系 大融合的地方 有誰好厲害 洪其昌民進黨內備份最高 長期擔任新潮流總召集人的 還有邱毅人 吳乃人 林佐水 四大天王都在這裡 本來前韓紀會董事長洪其昌 甚至這麼大的備份之外 邱毅人本來也說 說不定住日代表還考慮他的 所以這些人通通到這裡 是代表著先留一下 未來還有大用 兵哥 陳中諺這個案子真的是 從頭到尾就可以看得出來 各方勢力介入 你要知道這個案子 一開始是怎麼被抓出來 最早是當年九年前 那個時候在監聽一些那種 特種行業風化案的時候 莫名其妙監聽到這些事情 然後你知道嗎 你監聽到都確認他有接受性招待 然後當時因為查下去之後 發覺沒有不法行事 所以結案 陳中諺當時是公務員 台南 公務員接受性招待 然後你告訴我說 沒有任何不法行事 甚至要喬案子的 這個對話內容都有 是啊 就算你喬案子這些東西 查無十句好了 他接受性招待是明白了是吧 公務員可以接受性招待了嗎 你在講什麼 結果 結果地檢署居然就這樣結案 然後後來 因為有人又去告發這個事情 高檢署再去查一次 說他這個當初 結案沒有任何為師 沒問題繼續結案 然後後來實在受不了 監察院出來查 監察院查了個半天之後 11比2 認為連彈劾都不需要 而且監察院是認定 他有接受性招待的 你說圖利那些東西 他可能查不出證據 但是他認定他有接受性招待 都不需要彈劾 那是怎樣 要性虐待才能彈劾就是 是這樣的意思嗎 你到底在講什麼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這些人怎麼還好意思 在監察院這個位置上 然後現在檢察官打臉 他們求訴重刑對不對 有人跑去問監察院 那你們要不要 重新調查這件事 他說我們要尊重 那個監察委員獨立辦案 我們不予置評 就是不要做 就這麼簡單嘛 這代表什麼 真的是因為 這些監察委員蠢嗎 他們是廢物嗎 不是 他們有用得很 因為他們是負責當打手 他們就是負責幫民進黨為事 不是嗎 那現在呢 看起來好像 陳仲彥也被起訴了 而且檢察官求處重刑 好像真的要嚴重辦他 我告訴你未必 為什麼 因為檢察官著重在的是 妨害風化這個方面 你看還幫他解釋喔 他總共12次性交易 以頭他沒付錢只有兩次 剩下十次人家也乖乖付錢 所以他總共只A了廠商兩萬次 那你覺得如果檢察官 都已經顯成這樣了 你認為他會被判多重 檢察官為什麼要求處重重量刑 你為什麼不直接具體求刑 你為什麼不直接說 我認為他應該要判十年 演一演嘛 對啊 我覺得就是在演猴戲而已 所以我個人認為陳仲彥 未來恐怕人家照樣樂的 去當他的這些公司董事 而且搞不好私底下 還是賴清德的白手套 因為在我看來這一切 就是在幫賴清德洗地而已 那大家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一些看起來 名聲很臭的人 為什麼這一些公司 還要延覽他去當董事幹嘛 有影響力啊 就是這麼簡單 因為 有管道啊 雖然他名聲臭了 可是他背後的老闆 還是信任他 他背後的老闆 還是很有影響力 那陳仲彥也跟著有影響力 那他背後的老闆是誰 不用我講了吧 所以人家為什麼要請他來 當然是看那個姓賴的面子 難道是看陳仲彥嗎 難道是因為他很會被姓招待嗎 所以這個效應是什麼 大家自己要去想清楚 這個時間前這個效應是什麼 就是他只是兩次被免費招待而已 我賴清德都要辦你了 更況是其他案子 柯文哲或任何人 我跟你講不要騙人了 在我看來是 趕快把這個東西掃清掉 未來以後你就沒有辦法 再拿陳仲彥的事情來問我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那民黨人當然 離開位置的時候 都有好多好去處 我來看看光是前永永會的 立委趙天麟 這麼多的大案子 人家也去台綱的榮綱 當獨董 獨董 都是那種有水滿滿的位子 那金控裡面的董 音系色彩裡面 兩個開發金裡面的任職位子 有沈榮金有王必勝 都是他們的愛將 那看看比一比呢 這個陳其邁 是被認為是非賴系 現在的共主的時候 他要幹什麼呢 大動作 你看看這個運發局 在高雄這裡 副局長買咖啡機自己用 明目報什麼 人家才球場 剛剛踢到一個寶特瓶 莫名其妙 球場的品質 到底出什麼問題 結果人家還是報 球場的照明設備改善 然後花了三萬六千七百元的咖啡機 一般這就是個個別 這個公務員的案子 人家陳其邁又跳出來 震怒震怒震怒 可是我們台灣總是比例不符合 像大小的事情 到底什麼樣的震怒 或什麼樣的反應 例如當我們的三軍樂儀隊 公開演奏日漸的進行曲 尤其是在這天紀念 抗日英雄高志航 嘉義基地 空軍戰神 當時是對日抗戰 是一個對日抗戰的烈士 慶祝的這一天 卻在814這一天 演奏的是三軍樂儀隊 日本自衛隊的歌曲 情何以堪 過去李登輝時代 也曾經有發生過這樣的狀況 當時他演奏 日本的軍艦進行曲的時候 被認為賣日 媚日等等的 賣台 媚日 引起了宣傳大波 台灣到現在是直接不演了 公開如此嗎 原子 因為那個時候 李登輝時期的時候 他們演奏這個日本的軍樂 有被懲處 你覺得軍方會不知道這個事嗎 軍方一定知道 但他為什麼這一次 還是照樣演奏 因為他知道這一次 不但不會被懲處 可能還會驚上 或者是高層還會高興 對不對 所以才會特別演奏 否則軍方這麼聰明 對不對 他們常常就是做的事情 當然就是會屈其避凶 所以這個是刻意為之 只是說他為了 可能要討好某一些人 討好上層 他忽略了 我覺得最可惡的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高智航紀念 他是抗日英雄 然後你在這個地方 不過日本軍樂 現在是怎麼樣 情何以堪 情何以堪 你為了要取悅 可能是賴清德 然後你居然可以讓這種 在這個地方做這樣的事情 你覺得國人可以接受嗎 抗日英雄 對 這個真的不能接受 所以網友們也不能接受 就炸鍋了 好 那你如果讓賴清德高興的話 可以怎麼樣 當然好處非常多 對不對 你一些 像前段時間我們不知道 很多國營事業的位置都試出來 比如說像李俊義 李俊義之前的台南人 他因為有一次要跟賴清德 要好像競選那個台南市長 因為他沒有堅持初選 所以他就退出 你看他現在 現在也有好的位置 主不日代表 不會講日文都可以去 對 那個也是 所以當然這很重要 好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他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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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